我放手 阿福… 醫生…早點你… 你确定 在地里都揉了我包包的了 对啊 我亲眼看到的 我看着都觉得尴尬 看着老脸都不要了 妈 所以您认识那个女的是吗 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那种人啊 基本上根本不是个档次的嘛 对了 到点了 人怎么还不来啊 来了 天音姐 这边 不好意思啊 公司有点事情 来晚了 没关系 要不要喝点什么 不用了 我听小雪说您找我有事啊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决定约你的 听说最近有个卖奶茶的 跟你爸爸走得很近 所以我就长了个心眼 打听了一下 这好像是我爸爸的私事吧 我知道这不该我管 那我们就不用再谈了 可是她很有可能成为小雪的婆婆 那我可就不能不管了 你说你们最近打的那个不孝诉讼官司 不就是她在背后指使你爸爸的吗 我没说啊 是天音说的 你们三姐弟实在太年轻了 不知道人心显乐 你说 好好的一个家 万一突然来了一个有心机的后母 那可怎么办呢 再说了 小雪现在跟你们住 那这事我可就不能做事不管了 所以我希望今天 能够跟你达到一个共识 共识 姐 你听了才知道 那个帅姨真是不简单呢 帅姨怎么了 那个高帅啊 他现在跟一个刚死的老婆约会 趁着人家空虚寂寞 每天呢 在公园里陪着跳广场舞 你说又是手拉手肩并肩 送奶茶和按摩 那个男的给他钱 他也没拒绝就收了 什么 那我还听说呀 他正帮对方处理房产呢 天哪 这不就跟帅姨对公公一样吗 难道他跟公公在一块 也是为了房子 等一下 等一下 伯母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我这还有证据呢 哎 看来他专长老头下手 帅姨他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哎呀 我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时候 我也下次说不出话来呢 那帅姨万一真的跟公公结婚了 那不就成了我的婆婆了吗 那我怎么办 公务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啊 姐 所以一定要趁现在掐灭他的小火苗 千万不能让他成为你们的 好吗 对呀 对呀 姐 快想想办法呀 我爸呢 在屋里呢 就我今天去公司大闹 挺丢人的嘛 还瞎说什么呀 天心 公司没找你麻烦吧 爸 我进来了 大闹一场之后 你自己的身体也吃不消了吧 嗯 有点累 今天王总被董事长叫去了 董事长问他 到底是谁来找他麻烦 王总一直不肯说 最后被降薪一年 哎呦 降薪一年 那不少钱吗 爸 你听在我家说的吗 那还好嘛 我还以为要写检讨贴在公布栏上呢 我不会这样就算了的 那你要干嘛 爸既然这样无理其闹 那我也不会客气 你等着爸 扫一下微信吧 帅姨 帅姨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 等一下啊 我在忙 天心姐 我怕我等多久啊 我看他这一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我做秘书十几年 最擅长的 就是等待和忍耐 请慢走 欢迎下次逛您 走吧 有什么话去你家里说吧 去我家里 是啊 你爸让我去家里吃饭 天心姐啊 天心 给我盛碗汤 min息 在这等我 好的 谢谢 老房 你不动块 大家怎么吃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来 开动 怎么不接电话呀 天心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最近啊 听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什么事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有必要跟当事人 确认一下是否属实 确认什么呀 帅姨 你有男朋友了吧 帅姨的男朋友就是舅舅嘛 你瞎说什么 少插话 是另外一个男朋友 而且我听说 这个男朋友的老伴 半年前刚去世 您最近一直忙着陪他 去公园里跳广场舞 手拉着手 而且 他还给你钱 你也收下了 我还听说 您还主动要求 要替他处理房产 老高 这真的吗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啊 您最近一直忙着 给我爸送汤 送礼 嘘寒问暖的同时 还在关心着我们家的房产 还对我们几个孩子 非常地不满意 帅姨 我说这些都是事实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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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可能你没搞清楚这事 你给我 让他把话说完 帅姨 您这么做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目的 天津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帅姨说话 你 对不起啊 她大概是对我不满 她不是针对你 这就是你说的 你要对我不客气的意思 是吧 爸 您这是第一次听说吧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惊讶 别说了 可以了 别别别 我没搞清楚这什么情况 你没什么情况 你到底要干什么 胡说八道吃饭 我胡说八道 你们等着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 看见了吗 看没看见 帅姨 这是铁证啊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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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吃醋 你觉得你怎么这样 白雪 照片是你妈妈拍的吧 我不知道啊 小雪 妈 亲家母你怎么来了 亲家 你好 妈 你来干嘛呀 妈 妈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 给叶玛丽 你最喜欢吃的 蛮美派 怎么了 杰杨哥 你吃饭了没有 没吃咱们一块吃吧 那个 我还有一点事要处理 我就不打扰你的吃饭了 走 我先走了 伯母 你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那没什么 咱们改天再聊啊 小雪 你妈怎么这么 急急忙忙的 你可不在 我也不知道啊 ты拼呀 我 你的那些照片 还有你说的话 麻烦 是你妈妈告诉你的吧 sab 你别管是谁说的 有照片在就是证据 我走了夜子 真烂人使得多 营妹 找个地方聊会儿吧 我为什么要跟你聊啊 也行啊 我可以去找你女儿聊 一会儿 爸 你怎么还不明白吗 帅医生很明显啊 我全明白啊 孩子 这人我认识啊 他老婆半年以前过世 跳广场舞的也是他 要卖房子的也是他 他就是老孙哪 老孙 永平的那个丈夫 我知道 他们夫妻俩感情很好的 老孙老婆过世半年以后 心情还不大好 每天没事就闹失眠 老高就带他去跳跳广场舞 希望他心情能好一点 后来老孙要卖房子 还托老高帮他卖 老高建议他是卖一千万 你刚才说那个 他给他钱那事 那才两百块钱 后来还变成跳广场舞 让大家喝奶茶的钱了 我给他说 我让我提供 我干嘛 我看一下 我看不下 我那个 我没看不下 我还没看不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